主播三千六遍 看我今天遍 燈塔守護者 處理在國境最邊端的燈塔 讓船隻在暗夜認清方向 這愚民眼中的光明燈 非靠燈塔管理員 讓它大放光亮 45公里內要讓船都看到光 折射水晶和玻璃 都要乾淨 內層玻璃努力擦就光亮 外圈玻璃要無塵透明 得先練膽爬高 高耶 對 我16.5公尺 有點恐怖 會恐怖嗎 平常要上去喔 尤其你這邊要上去 每一年要擦幾次 冒著危險做這些 目的只有一個 也是燈塔管理員 最重要工作 根據中央氣象局提供的時間 日落開燈 日出灌燈 最害怕的就是 日落不正常 日落不正常 日落差不多是 日落越早越好 然後我們就要換個新年了 有沒有發生過燈面 沒有 在你我昏睡的大半夜 管理員得摸黑巡邏 這時候最怕 有特殊的好兄弟再生怕 結果剛來怎麼奇怪 這個地方怎麼都 會不會害怕 不會啦 後來不是說一個月都睡不了覺 燈塔管理員的一天 最多的就是時間 童竿擦得會反光 怕雜草除光 連綠地都發亮 看電視 重彩 拚命找事做 看海的男人 會不會無聊到 竹鳥樹無涯 有什麼好看的咧 這看有時候 你看三十幾年了咧 對啊 看船有沒有什麼情況 很像有時候都要遼望 連燈有沒有亮 看鄰居有沒有打瞌睡 對 想要成為燈塔的技工 要有基本練學燈塔知識 比試過關之後 還要爬竿四公尺 如果能夠通過 那麼薪水35K起跳 不過最重要的 要耐得住寂寞 才能做得好這份工作 或許有一天 電腦會把員工管理取代光 那只要燈塔管理員 在這裡一天 就算再呼籍 他們也會堅守使命 成為航海人 陪月中最亮的內島王